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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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介绎先生,我们的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来 又或者给个email DL地址ask.bhchannel.com 电话意思就是204-6566 身边的嘉宾換成研究部的经理 直瑤辉在旁边跟我们聊天 Stanney,你好 这个时候,不如先听听电话 庄小姐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买64.6 买 现在说什么普通有没有影响 我需不需要出货 好,646入货 2318,中国平安 现在去到61.2的水平跌2毫 其实很多嘉宁观众都关心 因为上个星期内险股 跌得这么急 是的 但是很多时候听您的分析 就是说如果中长线就应该不用害怕 对吗 其实你问我的话 都是先插 是的 坦白说 其实内险板块是否真的很差 差到导致它们的股价跌得这么多 坦白说 除了现在这一刻 你说A加H股 这个有个日价因素之外 我看不到其他的原因 导致这个板块有这么大的跌幅 还有我觉得这一转 对于内险板块来说 真是非战之罪 因为基本上 你现在这一刻 不是一些业务的做法 可能业务上的发展 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纯粹因为这个A H股股的差价 导致它们的股价 你可以说都逼于无奈地 拉近两者的差距 但到这些水平和这些价位 我自己觉得 其实有在跌的空间 我觉得不多 因为现在这一刻市场一面倒地 觉得这些板块 你可以说H股 比这个叫A股贵 所以变相之下 它们的股价要跌多些 但问题是 都可能出现了一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 A股的股价升上来 所以变相之下 到这些水平和这些价位 我自己的看法都不是那么悲观 所以我都会和阿家庭管仲说 虽然现在这一刻 可能你手头上拿着的货 都可能真的在亏损 但我自己认为 有货的话 先拿着货 即使想沽货 也好 我都不见你这些价位 而且我始终自己觉得 这些板块 在今年里面 都基本上有很多好消息 其实是对它们的股价 有比较正面的帮助 好像之前的时间 你都知道内地方面 一些保险方面 那个是拼购 即是一种拼购 第二就是 下半年的市况 我觉得A股方面 是乐观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货的话 先拿着它 好 莊小姐 什么叫日价 日价 即是现在这一刻 H股是比A股的价 这个股价有日价 是 这样 好 多谢先了 莊小姐你的电话 好 不如先回答一个电邮 因为电邮比较多 好 1299有帮 看一看情况 他说38元左右 就买入了 现在到39.45 跌2毫的水平 他说这个股份 有没有机会 可以突破41元左右的位置 看回52 即是高位 就是40.4毫 可不可以破顶 41元 比较保守 如果今早有看我做节目 在其他地方 我推价有帮 我推价的目标价 是价44元 所以基本上 41元 我觉得机会都很大 而且如果你看回公司本身的发展 有帮不是差 特别是每一次出来的 业务表现 都是市场带来惊喜 而且公司本身分东南亚那边的业务 各个情况 都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 所以这只股份 既然38元买到货的话 先拿着它 我相信 你说在上半年的时间 如果假设市况是早的话 见四十元应该不是问题 好 那继续拿着 多谢你为家庭观众 Steven来的电邮 不如先听电话 王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363元是6元米入 现在指示云是持流 先 好 那我们先看看情况 中通环保 4.25元 现在来说 我跌得很急 Sandy 跌了9% 而且这一段时间 股价很低 是的 你有没有印象 我记得我说过 今年水墓的板块 我看法不是那么乐观 甚至你可以说 对于中通环保的前景 我的看法是有些保留 因为当然 我说回这个板块 因为实际上 水墓这个板块本身 现在竞争是很大 你会见到 虽然个别的公司 今年来说 不断拿很多订单 而令到股价衝上来 但我相信 这些订单背后的代价就是 可能要用一些很低的价格 去投给这些工程回来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你说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良体 而且今年来说 股价方面 事实上中途环保的股价 涨了很多 你看回它的图 你要知道 这个是三个月的图 我拉遠一点给你看 近这半年的时间 你可以由股价 一个半这个位置 涨上最高6.67 现在这一刻 拿回4个月的价位 和年初相比的话 只不过你现在这一刻 回到年初的水平 所以你问我 这些价位 如果你有货 我暂时会建议你 拿回4元的关口位 作指示位 如果你要买这个板块 都会有一些建议 家庭观众 你要买的话 都是减减2-5-7元 比较好些 中途环保 现在这一刻 我就觉得 我自己问外的话 我都觉得 先设置4元的指示位 穿了的话 先支持 好 谢谢王小姐 你的电话查询 又要回到E-mail方面的情况 这位都是姓黄家人观众 想问两只股份 第一只说390 他有货3.28元就入了 但是先报价 390 3.8.5元 没按到 好 中个中帖 3.8.5元 升1.6% 姓黄家人观众 就说3.28元就入了 是 之前4元左右 去到这些位置 就没走到 现在如果短战来说 应该怎么处处呢 股价虽然消息多 但是都比较波动 是没错 如果是交货 是不是都可以再等多一阵 再交货成如何 咦 家庭观众 好像有很多问题 但是严格上 我有点好奇 是想交货 还是想再 就是想指赚呢 他就说多次 跟进多一点 他就说 如果股价进一步回落 可否在这些位置加注 加注 其实加注这些位置 我不建议住 虽然你可以说 铁路的板块本身 这段时间多消息 大家也会傾向于觉得 在稳增长的大前提之下 内地方面 会加大铁路的投资 这是完全的 方向方面 是正确的 但是你看这些板块本身 特别就是说 基建板块本身 严格上 没错 我们下跌是很多 但是那个毛利率 低得可怜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这些公司本身 如果低回份业绩 你会见得到 很多时候 其实是靠 起楼那边赚钱 即是房地产赚钱 所以便上之下 现在这些价位 再追货 我又不建议 但是这个板块本身 厚低买是OK的 因为基本上 隔不中 有些消息 用来炒作 但是现在这一刻 这些价位 我反而会建议 就是说 如果假设 跌穿了这个 刚刚所说的一个上升轨 即是下面 现在这一刻来说 大概3.75%水平 我会建议你 私人指赞 OK 好 请问1065 天津厂贴 天津厂贴 股价方面 我们来看看 升3.7% 报4.72% 家庭观众 想了解情况 未有货 请问前景和股值是如何 如果短线的话 什么价位 可以入市 目标价和指示位 在哪里 原本我想解释 公司做些什么 因为公司本身都是做水厂 还有四间水厂 但是只不过现在这一刻炒 都是炒这个AH股的折扬概念 所以你说这一刻 纯粹短炒的话 这些价位你买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但是只建议短炒 因为你说这一刻去到股价 在前几个时间 升了很多上来 有这些位置你再买的话 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 一不防一搏 即短线炒了的话 这位置我可以考虑一下 先订回大概四个半 可以进入作指示位 不跌穿这个位置 暂时你一刻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先订回短期时间 试五元这些位置 OK 好 我们都继续解答 就是家庭观众的电邮 刚刚收到姓王的家庭观众 也是姓王的 他就想问999 IT 少人问一点 IT 暂时来说 就升了2%报2.07 这位家庭观众就说 2.08左右 有货 刚刚 我正想想 去什么位置买 如果未买的话 如果未买的话 这些位置 又可以博一下 因为事实上 现在这一刻 当然 公司业务的前景 我看淡的 这是我的大方向 对零售版块来说 我暂时看法 都比较审慎 但IT这些价位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货 当然有货 我先回答 没有货的话 其实2元边不穿 你可以博一下 因为图 2元这个位置 都相当硬正 所以变相之下 如果你要买货的话 2元 即这位可以博去 不穿2元的话 先拿着 但好像刚刚 有货的话 都没办法 即现在这一刻 掉落这些价位的话 和你买价 相比多一段 破长的距离 所以变相之下 现在不穿2元这个大位 都先拿着货 但弹上去都好 似乎现在这一刻 你都可以说 阻力重重 所以初步看 看下缺力 能不能够 这一弯反弹的话 突破2元这个位置 不行的话 都可能我会建议 和高减持 OK 好 谢谢Stanley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三点后 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现 内地股市收市之前 我们先看看 上升指数跌不够1点 报2129点 稍后再谈